新港鄉全行路連接中行路 是新港民眾往來合併中華的中央路段 經過美港公路賣到西邊快速到路燒接 長久以來因為青紅町的町坑沒有連鎖 帝蘇洋到蘇林走一塊就要董紅町 只為新港好安強到合併上來就要開獎金半點前 經過民眾的町坑都對到公路總共會閃了後 同意在再去中島暗時賽上下班時段 將這段1.5公里長的道路青陽町合致該位連鎖 讓通行時間可以掃帝 新港鄉民代表洪榮新表示 再去中島暗時賽上下班的時間 將該位轉三連鎖 部分車流量較多的路口在其他的時間 都會改成最紅町 讓民眾通行更快速 我們中島路一直到台東路 一直到美港公路和我們合港路這段 中島路青陽町太多 我們在上下班在這間經過 要差不多十幾分鐘 再通過到這個合併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我們公路局 以及我們中華共同隊 和我們合併分局共同來開獎 我們中島路這條青陽町 是不是有的開三個四段 來上下班時間開就好 再來其他同步連線 讓我們行車可以順暢 比較不會說上下班時間 只要進去合併局 等差不多半點鐘的青陽町 這樣做成上下班的困擾 中華共同隊表示 正前的合併設定 是因為公路車流量 到現在用路的狀況所設定 因此只有部分的路口是連設定合 不過有些人因為 使用狀況不一樣 來做併局 因為沒有只能到路 使用狀況和當初有種不一樣 因此是同意 在早、中、晚上三個上下班的 時段改為連設 讓民眾所得通勤的時間 連線以後 時間 我們本來停止的青陽町 才要幾十十分鐘 所以我們的時間 警察就幾十分鐘出來 因為全行路是重要的路 雖然在北京合集之後 民眾可以躲著給港街通勤的時間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敲鎖 在這裡是危機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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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華新文 立元紅新港 才紅不得